入土为安是古人的丧葬习俗 因为古代认为火葬就是错古扬灰 对墓主人非常不尊重 所以绝大多数古人都以土葬结束 千百年前的古代距离我们非常遥远 我们只能从历史书中了解一些事件 可惜我们永远不能身临其境 因为这些过往早已经消失 不过只要是存在过的文明 总会有痕迹留下 比如古墓就是古人留下来最宝贵的财富 这些古墓中的种种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古墓中最常见的就是一些文物 同时很多人都盯着这些宝藏 他们居心不良 因为文物的价值很高 盗墓贼这个群体就会以盗取文物来换取自己利益 古往今来没有被盗过的古墓还是占少数 毕竟盗墓贼这一群体在古代就已经存在 所以能逃过一截的古墓实在是太珍贵了 截止到目前为止 依旧有多座古墓被完整保留了下来 即便知道具体位置也没有发掘 比如秦始皇陵 武则天 李治的墓葬等 这些墓葬不发掘的原因也很多 为了保证文物的完整和古墓的安全 所以决定暂不发掘 等将来有万物一失的法子 再来考虑是否挖掘 不过也有很多珍贵的古墓在意外中被发掘 比如下面我们要讲的彭国墓地 一个仅次于秦始皇陵的考古发掘 十几年前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盗墓事件 虽然有村民及时上报 可惜有一座古墓还是损失严重 至于被盗了什么珍贵文物 或许我们永远不会得知 本以为不会有什么收获 但是考古人员继续在这片土地上勘测 没想到却发现了两座规模更大的合葬墓 和好几百座附属墓葬 随着发掘过程逐渐深入 这座古墓变得越来越奇怪 因为这两座规模较大的古墓 考古人员根本分不出性别 一号墓比二号墓的规模更大 所以考古人员推测一号墓是男主人 二号墓是女主人 因为古代男尊女卑 所以男子的墓葬规模肯定要比女子要大 可在发掘一号墓的时候 却发现了问题 他们挖出了千年前的纺织品上 居然有展翅高飞的金凤凰 可明明是男子 为什么有如此女性化的物品 二号墓中也有发现 在里面有不少兵器 按道理 只有男性墓主人的墓葬 才会有如此多兵器陪葬品 这下子考古人员彻底蒙了 这两个墓主人非男非女 靠他们的专业知识 根本无法分辨两位墓主人的性别 所以只能通过墓葬中的名文 来确定墓主人的身份 通过对一些名文的解读 考古人员们 确定一号墓的墓主人名为碧姬 二号墓的墓主人名叫彭博 是彭国的国君 而碧姬则是她的夫人 可不管是墓葬规格 还是陪葬品数量 碧姬都要比彭博高一个档次 在男尊女卑的古代 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吗 即便彭博再宠爱夫人 也不可能在墓葬规格上僭阅 所以碧姬的身份肯定不简单 考古人员们进行了深入研究 最后经过推测 碧姬的姬是她的姓 而周天子姓姬 所以碧姬是周天子之女 或者是王族之女 下嫁给了彭博国君彭博 所以在墓葬规格上 都要比彭博略高一筹 所以男尊女卑 在古代虽然是一个习俗 但他们更加看重身份地位 碧姬虽然是女子 但她是王族 所以下嫁给小国 当然是最尊贵的人 甚至比国君的待遇还要高 经过考古人员的研究 这座千年古墓的谜底也揭晓了 不过彭博在历史上 并没有相关文献记载 它只是西周时期的诸侯国 存在于三千年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导致彭博没有存在于史书中 不过可以确定 千年前肯定发生了很多事情 导致彭博消失在历史中 不过幸好这座古墓的出土 让我们认识了这个 曾经存在过的国家 这就是考古的意义 让历史重现 接下来的内容更精彩 李世民放390名死球回家探亲 年后回来统一问斩 结果令人太意外 唐朝在很多人心目中 都是一个适合生活的朝代 因为唐朝人们的思想开放 再加上国力强盛 人们生活富裕悠险 所以唐朝在历史上 被提及的次数很多 想国289年的唐朝 在历史上并不算时间长 可他的繁荣昌盛 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说起唐朝 脑海中就会浮现繁华二字 或许是因为人们思想开放 文化包容 唐朝诞生了众多的文人骚客 比如李白 杜甫 白之义等 也有众多政治人物 比如李世民 武则天 李隆基等 李世民 李治 武则天 三位皇帝之间的爱恨情仇 相信大家都略有耳闻 这三位皇帝都算得上是明君 不过李世民是特殊的 虽然李世民的剑术颇高 在历史上的评价也比较高 但是他在百姓们心中的地位不高 因为他的皇位并不干净 李世民 李建成 李元吉 发动了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最终李世民杀了李建成和李元吉 逼迫父亲李渊 退位 登上了皇位 在民间百姓们看来 李世民是兄逼父 实在不光明磊落 所以对他的评价不是很高 而除了这个污点之外 李世民确实爱名如此 对李世民来说 他最注重的就是自己的名声 不管是成为皇帝之前 还是之后 可玄武门之变 却成了李世民无法洗刷的污点 虽然是皇室的家事 可是兄逼父 这种事在伦理上是不被接受的 所以李世民登基以后 依旧被人诟病 虽然百姓们不会明面上讲 可私下还是会偷偷议论 李世民当然无法接受 他从骨子里就是这么一个爱面子的人 所以登基后就做了很多立国立民的人 努力改变在百姓心中的形象 可以说历代皇帝中 李世民是最在乎百姓的 因为他深知水能载舟 亦能复舟这个道理 所以努力经营和百姓们之间的关系 在李世民的努力下 确实比刚开始改善了很多 可依旧有很多人惧怕李世民 认为李世民连自己的亲人都不放过 怎么可能会对百姓好 为此李世民也非常苦恼 玄武门之变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可当初李世民也没有办法选择 若他不出手 死的就是他 所以即便是再来一变 相信他也会做出相同的选择 不过有一件事 让李世民在百姓心中有了很大改善 那就是390名死囚的故事 年前李世民查看天牢中 有390名死囚要秋后问展 可马上要过年了 所以李世民心里有了别的想法 经过李世民的深思熟虑 他决定让这390名死囚 回家过一个好年 和家人们好好吃一顿饭告别一下 年后回来再统一问染 李世民的这个决定引来众多人的反对 毕竟这些死囚都是穷凶极恶 若放了他们 年后不回来怎么办 要知道抓捕逃犯 也是一件极其费劲的事情 最后李世民还是力排重难 让这390名死囚回家过年 因为唐朝家家户户都登记在册 即使他们想要逃那些亲人们也逃不了 自己一个人死 还是带着亲人一起死 这个决定很好选择 所以李世民一点都不担心死囚们会逃跑 即便是逃又能逃到哪里去 毕竟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在放出死囚的时候 也跟他们把话说在了前头 这些死囚也明白 这是最后回家的机会 所以对李世民感恩戴德 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家 和亲人们过最后一个年 过完年后 到了约定时期 390名死囚 一个不少回到了监狱 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多出来的机会了 所以遵守了承诺 李世民也非常感动 他决定撤销他们的死刑 改成流放 毕竟虽然犯了重罪 可还是有良知的 他们值得再给一次机会 李世民也因为这件事 改善了自己在百姓们的评价 他爱民如此的形象也树立了起来 这对李世民来说百利无遗憾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